这是跟一位30多年饭店大厨学做的小鸡炖蘑菇粉条 这个味道真是惊艳到了我 鸡肉软烂入味 粉条细足了汤汁 真的太香了 准备半只剁好的小公鸡 块剁的稍微的小一点 熟起来比较快 而且更容易入味 准备一些泡好的干香菇切成小块 小料准备大葱 干辣椒 两个八角和少许花椒 再来调一个灵魂酱汁 空碗中加两勺生抽 一勺黄酒 半勺老抽 一勺黄豆酱 一勺甜面酱 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中油热放几片生姜 给它炸香炸到颜色金黄 然后放入剁好的鸡肉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炒干鸡肉里面的水分 一直炒到鸡肉紧缩 油变得清亮就可以了 接着放入干辣椒 大葱 八角和花椒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调好的酱汁 继续翻炒 炒出酱香味 顺便把鸡肉炒至上色 然后倒入香菇 翻炒均匀 把香菇的香味炒出来 炒香后加入没过鸡肉的热水 盖盖转小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后 放入泡好的粉条 再炖5分钟 出锅前撒点葱段 翻拌均匀即可 这样炖出来的粉条 细足了汤汁 特别的好吃 鸡肉也是炖得非常的软烂入味 汤汁拿来拌米饭 都能多吃一碗 喜欢你也赶快去试试吧